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在刘鹤访问美国期间 宣布美国将在这个星期对美国进口的钢铁产品 征收25%的关税 对进口的铝制品征收10%的关税 美国的这个做法是否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贸易战 中国会对美国的这个举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 我们下面与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丽雅你好 丽雅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是在刘鹤访问白宫的当天 宣布对钢铁产品来征收关税的 而且在刘鹤访问白宫的时候川普也并没有会见他 你怎么来看待这一系列的迹象呢 是 川普就像你提到就是说不仅没有见 而且是他来访期间做出这个 就是表示美国要在这个星期会采取这些征收关税的举动 我认为这个实际上是向中国方面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这个就是说美国要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增格了 而且就是说你也看到就是美国今年是这个中期选举年 我觉得就是川普政府他们感觉到有一种紧迫性 就是说他不能被美国的选民认为他在这个贸易问题上无所作为 不能只是谈 所以他必须要有所这个要一定要采取这些措施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希望发出的一个作用 发出的一个信息 那么我们看到刘鹤访美期间我们认为他基本上是无功而返 那我觉得就是尽管这个白宫发言人表示就是说 在这个贸易问题上美国对这个跟中国谈判还是持一个种开放的态度的 但实际上很显然就是说刘鹤来美国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呢 是希望能够跟美国重启这个全面经济对话 因为这个对话基本上等于已经现任 就是美国方面等于是基本上就是说忠实了 不想跟中国再谈了 那么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说跟中国继续谈没有什么价值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高级研究员 他就对川普政府这种态度他感到很担忧 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你可以采取取动 但是这个贸易问题你不能你还是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的 他就指出就是说在美国就是80年代跟日本存在很大的一个贸易逆差 还有贸易摩擦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 美国虽然也是对日本发出一些威胁采取一些措施 但是实际上这种双方政府之间谈判还是一直在进行的 那么这个前美国中国大使月简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 他也提到就是说双方之间尤其是在你有贸易问题的时候 保持这种沟通和交流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由于川普政府将采取严肃的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行动 美中目前的贸易关系笼罩在阴云之下 同时也有迹象显示 川普总统的经济团队对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达成的 美中经济对话的渠道感到不满意 但是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开诚不公的交流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其实有些贸易专家特别比较了 就是川普总统宣布要对钢和铝财征收关税这个做法 表示一种反对 就是说在1971年的时候 尼克森总统决定对美国的所有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的时候 他的经济团队是事先在这个戴维云进行了三天的密集的讨论 就是把这个采取这个行动可能引发的一些后果怎么去做 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取消这样的一个关税 都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考虑和安排 然后就是非常明确表示 就是说如果在其他的贸易伙伴国家 允许他们的货币升值的时候 美国就会取消这样的一个征收关税的做法 那么川普总统这个宣布 当然大家知道他这样做 就因为他在这个竞选期间一直有做出这些表示 就是说整体上这个举动并不令人吃惊 但是他这个做法 实际上白宫的幕僚都是很吃惊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刚才那个药业也报道了 就是说美国朝野应该说 就包括政府内部国会 还有贸易专家各方面来讲 基本上对这个做法 还是持相当反对的一个态度 是丽雅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川普总统可能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 向中国释放一个信号 就是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动真格的了 但是现在似乎外界有一种声音 就认为川普针对钢铝制品增加关税 并不会对中国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我觉得他的主观上是想要针对中国的 而且他提出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大量涌进到美国这种钢和铝材 这些产品实际上是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所以就启动了1960年的贸易扩大法案的232条款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就像前贸易代表弗洛姆指出的 实际上中国在对美国出口的最多的这种钢铁产品 出口最多的国家之中 中国实际上只排在第11位的 那么中国的钢材进口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也只占2%左右 但是我觉得它很难只针对中国采取行动 因为你的理由是说这些钢铝材进口 微信到美国国家安全 而中国的这个进口 就是你从中国进口的这些东西并不是很多 所以你不能就是说我指的中国 必须要考虑所有进口到这个 对这些国家都要统一采取这个 我们看到目前也有讨论 就是说很可能会对一些 美国的这些关键的这个盟友和贸易伙伴 可能采取一个豁免的做法 但是我觉得川普政府很难在这个问题上这样做 而且这个前贸易代表弗洛姆在今天举行的一个电话会上 对媒体就表示说 他实际上是同意川普政府的这个 就是采取关税这个理由的 也就是说他认为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钢铁和铝行业 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而且这个行业也的确存在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 那么这个罪魁祸首呢 也是中国 因为中国向全球倾销这个钢铁和铝制品 那么导致这个行业 这个就是扭曲这个行业 这个价格啊 这种市场的这种贸易 所以但是他认为 通过对这个所有就是美国进口的这种钢和铝财产品 征收这个想法 分别是25%的这种关税做法 实际上并不能解决针对中国这个问题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弗洛曼的这个一个说法 问题在于这个行动并不能直接解决中国引起的问题 而是打击了与我们最密切的一些盟友与伙伴 坦率地说 它使人们关注的焦点 不再放在中国身上 而是放在我们身上 使美国因为这些行动 而成为全球经济受到孤立的一方 他个人就是认为 就是说实际上你在贸易问题上 想要对中国采取措施 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是 就是说就是团结 所有一切可以团结的这些国家 能够对中国施压 而现在你采取这个举动 因为它会伤害到欧盟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这个好多国家 那么你这样就很难 让这些国家 在对付中国的时候 跟美国合作 是 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 有可能会引发中国方面的 哪些反制措施呢 我们看到就是 目前中国的反应应该说 还是相对的 有节制的 就是相对的温和 当然它反对 美国采取这样的一个举措 但是中国方面也表示 就是说 绝对不会说 做事 看到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 那么看到中国方面 基本上应该会在 这个农产品方面 对美国的这个农产品 也会采取一些措施 我们也看到就是 可能会对一些公司 采取报复性措施 比如说中国 可以不从波音 采购这个 这个飞机这些订单 而是转而向 这个空中客车 我们看到就是 在川普做出这个宣布的时候 当天这个波音公司股票 大跌 基本上 而且就是还会 就是我觉得中国方面 也看到 它采取这个举动 有很大的国内政策的考量 所以也会采取一些针对 在政治上 对川普总统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些 比如说那些制造业州 农业州 所以中国方面 应该是会采取一些行动 但是我们看到 也有一些贸易专家认为 就是说 中国 因为看到现在很多 美国的盟友 都在对这个问题 做出非常强烈的反应 所以也可能会 不会采取过于 这个强烈的一些反应 那我们来听一下 就是芝加哥国际事务 这个理事会的一个 高级研究员列维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 他曾经是在这个 布什总统任内 担任过这个白宫 国家经济顾问的 负责全球经济的 这样方面的一个角色 我们来听一下 中国可能决定 暂时在这个问题上 不采取什么行动 因为他们有别的事情 要对付 而且这些事情 很快就会发生 由于这主要是 美国对他的盟友开刀 所以中国可以 一边吃着爆米花 一边坐山观户斗 对 就是说可能会 相对温和的反应 要看看其他国家 跟美国方面 会采取一些 什么样的行动 然后再采取 就是相对的 采取自己的一些行动 是 李亚刚刚你也提到了 川普总统的这个举动 不仅仅会影响到中国 还会影响到欧盟 加拿大这些国家 那么其中包括很多 是美国的盟友了 那这有没有可能会 引发一场全球性的贸易战 我看到美国的 这个很多贸易专家 其实都有这样的 一种担心 我们看到 就是在川普 做出这个宣布之后 欧盟做出了 不仅是非常迅速 而且是非常具体的 一种回应 比如欧盟就表示 就是说 他要 如果美国采取 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 他会针对 美国的哪些产品 去采取报复性措施 比如说针对 美国的这个 那个摩托车 Holly Davidson 这个非常有名的 摩托车 也会对这个美国 Levis这个牛仔裤 还有对什么 肯塔基州的这种 一种威士忌酒 他都详细列出 他要采取 对哪些产品 采取措施 而且他从这个 法律基础上 也挑战美国 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认为 根本这个川普 要这样做 并不是出于 国家安全的考虑 而实际上 就是一种 贸易保护措施 只是要保护 美国的这个 钢铁和铝制品行业 我看到加拿大 也是在这个问题上 也是Taito 也表示说 如果真的 美国这样做 他也会采取一些 保护性的措施 所以可以 而且现在 我们更有意思 就是说 在他们做出 这些反应之后 川普总统 也马上也做出回应 刚才黄老义 也表示了 就是说 他就是说 如果欧盟 做出什么反应的话 那美国会对 进口欧洲的这些 汽车啊 什么这些产品 也会做出反应 所以贸易战 就是这么打起来 对不对 如果说你采取行动 我要这样做 然后你接着 再采取措施 所以他们还是相当的担心 这个进口可能性 还是相当的大 而且他认为 不仅只是一种 一种策略性的考量 而就是的确会采取 因为这的确是 跟川普政府 川普总统本人 一直所拥有 这样的一个 经济的这种理念 是一致的 就是他就认为 这个贸易逆差 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减少这个 通过各种办法 来减少这样的一个逆差 好的 谢谢丽雅 今天做片博士 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和分析 谢谢丽雅